好,我们在班上其实有说过 如果同学想要在设计达人这里呢 选择其中的一些Mockup的版本 这个是相当OK的 就是apart from你的这个文具组 那如果你想要选择这种单色的话 你要先确保你的这个标志呢 是没有重叠的图案的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很分明的 有没有看到,它没有重叠的图案 因为重叠的图案呢 它出来就是一团认不清什么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就不可以用这些 所以如果你有重叠的图案 或者是有颜色的东西呢 我会比较推荐说选择一些 它本来就有颜色之分的一些Mockup 好像例如说我打算用这个 那我就选择下载素材 然后来到这边我就选择download OK,那因为download需要些时间 我已经download好了 所以我就按一下把它打开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打开的这个Logo Mockup里面呢 它有1 and 2 我打算用1 所以我double click 所以我就会在Photoshop把它打开 那你每一次来到这里之后呢 往右边看应该会有layers 如果没有的话 你去上面的dropdown menu寻找layers 那在这个layers里面一定会有一个placeholder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仔细观看 它会有好几层 然后最上面一层一定是有很多一格一格 就是灰白灰白灰白这样子的这个图案 那这个呢 就是你应该要放logo的地方 你就在这个格子这边double click 好,这里呢 你会看到有这个logo 怎么样知道是不是呢 眼睛这里关掉 哦,真的是它 所以呢我们要替代它 怎么样替代它呢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AI 我打算就是用这个来替代掉刚才的这个logo好了 所以我整个选起来 然后呢我去command c或者是这里 edit copy 然后呢我来到Photoshop ok 所以我可以paste paste的时候选择smart object 好,你有没有看到 它就出现一层这个vector smart object 再按着shift key 然后放大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就放到跟它一般大 好像这样子 高度差不多一般大 可以了 好,那我要confirm之后呢 去上面这边打勾 它就会confirm 然后下面这个原本的图呢 你就给它high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就是 想要替代的变成的图案 好,那我把它移到我要的地方之后呢 现在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layer61 它是一个还没有save的状态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axtric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去file save 好,你就会发现它saving 然后axtric不见了 好,这个时候呢 你再回到前面的这个tab 好,你就会发现 诶,它被印在这个画面上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它有一点点就是凹下去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placeholder就是可以替换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东西做好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把它save起来呢 当然你要save一个自己的版本 你当然就是save ok 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要save as 不是,我觉得你可以用save for web 更好export save for web好不好 好,我们用save for web 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右手边这里选择jpeg ok gif的话是动态的 所以我们没有要用 jpeg就刚刚好 png8跟24这些呢 是用作网页用的 所以我们选择jpeg就好 quality拉到最高100maximum ok 好,那一切都就绪的话 就按save 好,就save到哪里去呢 我为了就是给大家看的话 我就把它save到download里面去 因为等一下我会丢掉的 所以你们自己要save到哪里呢 你们要知道 所以你可以save images only ok save images only save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到你的这个download里面去 ok 所以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psd有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我save到哪里去了 糟糕了 我去找一下它 file export as save for web 我刚才把它save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ok save 在download 在download 对不对 没错啊 在download zero one logo emg images only e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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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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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在这边 所以有没有看到 jpeg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放进这个 啊 你的 powerpoint里面的其中一个图案 ok 然后这个呢 你在 嗯 photoshop打开它的话 它就是没有那个 一层一层的那个layers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用psd 而要用jpeg呢 因为psd 嗯 虽然它可以retain它的layers 可是它的file size会很大 那如果你把它save成jpeg的话 它的file size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compress everything 好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去 嗯 用 嗯 我提供给大家最新的这个mockup的template ok